現在來介紹C7這個和弦的彈法 我們先找到和弦的根音C 在第五弦的第三格 這個地方有一個C 我用中指來按 如果你習慣用其他的手指也可以 C7它的三度音是大三度 食指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然後無名指可以按C7的七度音是小七度 在第三弦的第三格 在畫面上有點被我的中指擋住了 我把中指拿起來看 你們會注意到我的無名指按的姿勢 第三弦的第三格用指尖 按著這三根弦 右手的部分就是彈 根音一定會彈到的 是在第五弦 我用食指來播第四弦 用無名指來播第三弦 聽起來是這樣子的 這是C7的聲音 也可以以三根弦分開來播 看你想要表現什麼樣子的節奏 例如說想表現一點shuffle的感覺 或者是做一些分解和弦 我們來講一下G7 G7跟C7是一樣的和弦種類 一樣是根音加上大三度跟小七度 我們找到G這個音在第六弦的第三格 我用中指來按 其實跟剛剛C7的姿勢是一樣的 只是根音 改到G這個音 拇指壓在第五弦的第二格 無名指壓在第四弦的第三格 拇指負責的這個音一樣是大三度 無名指按的這個音是小七度 相對於這個根音 所以形狀是一樣 各位可以再看一次喔 C7 C7這個位置 G7這個位置 手指的形狀 相對位置是一樣的 只是 更音改到G G7的聲音聽起來是這樣的 一樣的這個形 我們用這個形來按F7 就是這個根音要從G改到F 在第六弦的第一格是F 那原本第十指負責的這個大三度 相對於這個F會變成第五弦的開放弦 我就不用按了 無名指要彈小七度 在第四弦的第一格 所以會變成這樣子 各位看一下 只要壓這兩個位置 F7的聲音聽起來是這樣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把C7 F7 跟G7 串連起來 C7的聲音是 F7 G7 依照 然後 安掉十二小節 我們來彈一個C blues 分別是 四個小節的C7 然後兩個小節的F7 再兩個小節的C7 然後是 G7一個小節 F7一個小節 C7一個小節 再回來 G7一個小節 這樣一共十二個小節 會 會 形成一個循環 好 開始囉 換到F7 C7 等一下 G7 等一下 G7 你要換F7 換C7 換回G7 循環再一次 第三小節 G7 我剛剛第二個循環彈的節奏 有一點Shuffle的感覺 我也可以用別的節奏去帶進去 例如說 G7 G7